位在新庄建福桥下的这条塔辽坑溪右侧的地方 到处可以看见野草过高的情况 当地里长表示最近接获不少民众向他反映 西河里面杂草重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台湾地图 加上又有不守法人士乱丢垃圾等问题 生怕影响水流排放 沿着坑溪旁所新建的休闲步道 经常用民众前来运动并反映河道 已经被野草层层的包围 破坏视野环境心情大受影响 民众新声刘立章都听到了 并且说明他已经重视处理 只希望有关单位经济部水利署 第十河川局能够加快脚步 将坑溪周遭的野草清除干净 让水流顺利排放 杂草重生这有烦恼的工作 工作已经有烦恼的经济部水利署 他跟这准说要做 不然不来庆车 这些里面在反映 都听来说这样的 不来庆车 走那里面暖天都到 如果放水去 还有本市会扒开的 辣热 大家有炒味出来 尽量看小孩在那里清掉 让水比较好刷牢 比较好贵 流经建博里的这条塔辽坑溪 里长说因为桥下的野草 在清除过后 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又会再生长出来 所以负责单位接获离办公处通报之下 都会尽数为河道进行整修清育的作业 以维护民众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